一位身患重病的小姑娘通过网络给金鱼球员马布里发了一封信 并且表达了对马布里的喜爱之情 马布里在收到信之后决定去医院探望这位小球迷 今天下午趁着训练的空隙马布里前往了医院 这位小姑娘叫圆圆 在见到圆圆的那一瞬间 老马送上的是一个长达一分钟的拥抱 这个难忘的拥抱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们似乎就像是一对相识了很久的老朋友 是篮球 是北京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通过这个拥抱 马布里希望传达给圆圆的 是战胜并魔的力量和信心 她的父亲送了一个信息 当他送了这个信息 他告诉我们他的儿子 我们只是感觉到这样做的事 因为她要求她爱华 她爱北京狗 她要看她玩球 她要知道她想要聪明 她在电视上看到她的机会 她有机会做的 圆圆的免疫力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在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之后 圆圆的身体产生了很强的排异反应 目前她只能在医院靠输液维持生命 虽然身患重病 但是圆圆依旧热爱生活 前几天 圆圆亲手给马布里芝做了礼物 除此之外 为了迎接心目中英雄的到来 她在今天还做了寿司给马布里 尝尝尝尝尝尝 你打个人吗? 他的说明,你打个人吗? 我打你 他说明,你打个人吗? 你打个人吗? 我们可以感觉到 马布里在利用各种机会 给圆圆灌输生活的希望 对于小圆圆的各种要求 马布里也都一一满足 一一承诺 他触摸你的肩膀 对 脖子 你要触摸我的肩膀? 对 他比我老爸更硬 他说你的肩膀比他父亲更硬 哦 没问题 我玩足球 他说因为他打篮球 所以他会在这 你的父亲有一个大心 强壮的 有一颗很强大的心脏 我们爱你比任何的地方 我说 今天今天没有什么 但爱在室内 我觉得大家都感觉到 爱的感觉 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拓出 我们可以肯定充分 人们的心 给他们一个机会 继续进行走 让他们感觉更好 如果做这些 能帮她感觉更好 我认为我们今天做了我们的工作 临别之际 马布里答应小圆圆 还会再来医院看她 明年圆圆的生日 马布里也会和她一起庆祝 对于坚强的小圆圆来说 这是一个美梦成真的下午 而在这个下午 有一份爱深深的铭刻在了她的生命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